台南一间通讯航有女客人上门说她要退掉手机 那么理由是因为她连上公用网络时会跳出警示 尽管店家不断地向她解释说 那因为你连到的可能是不太安全的网络 本来手机呢就会警示提醒 但是这名女客人还是不能接受 最后竟然怒摔电源的手机 你听我讲 我今天跟你讲的地方是任何一个地方 拨电话与老板连线 女客人越讲越激动 越讲越气 似乎没得到满意答案 接到呛老板干脆关店算了 讲到最后手机直接用人的 碰得好大一声丢在桌上 电源被撒到也好无奈 对方摔的还是她的手机 女客人情绪上来 原来几个礼拜前来门市买手机 后续疑似连公用网络就跳警示 要求退货 但业者解释连线到不安全的网络 本来就会示警 并非手机本身问题 却不被接受 有显示不安全网络 以免你的个资是借由这个网络 被盗窃 其他通讯行也说 这算是一种手机安全防护 不安全的网络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做一些金融交易 或是商业行为 网络连线出问题 企图上认为业者没同理性 但一旦市井建议小心 网络方便 但各自安全更重要 记者黄福奇 台南报导